杉莉,如果说如果他们的问题 假如我听到有涉及到政治的问题 我就作与这个手势 因为我那时候年龄十四岁开始吧 十四岁开始 我开始在14岁的时代 另外我还喜欢那个京剧舞台上的服装 它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而且上的有不同的花朵 这些都吸引我 所以我非常感兴趣 过的衣服 黄的,黄的,黄的 我特别喜欢那个大花脸 在那个四九年以前 家庭的妇女穿的鞋都要绣花 我妈妈的鞋就很好看 所以我偷偷地 我妈妈不注意 就把那个木头 有像小脚的 塞在她的那个鞋里面 然后我就踩着她那个 被我妈妈发现了 你把我的鞋都弄坏了 所以在古代前 1949年代 所有的女人 都穿了这些美丽的衣服 所以我随意找了 我妈妈的衣服 然后我放了 小块的木头 然后我拼了 让她在舞台上 像一个女生在舞台上 在选择唱什么 就是我学什么角色上的 也有一个问题 我就想喜欢大花脸 我要唱大花脸 但是呢 老师看了我的体型 跟我的那个 好像是面孔 还有那个条件 说你根本不会 不是唱大花脸的 你学弹角吧 学女的吧 所以当教授听了 他说 但等一下 我们来看你 看你的脸 看你的身体 就是你的身体 你无法学习 你无法学习 画面的角色 我认为你 应该学习 女的角色 女的角色 想爱爱情 我认为你 就看完它就觉得很奇怪 说这个女的你是谁演的 说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演的 他演得这么好 因为我演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她对她的丈夫不忠诚 然后她跟一个别的男的干嘛 而且还要杀死她的丈夫 一个这个角色 后来到后台看了我之后 他非常高兴 他一看好像我的条件很好 他就问我 他说你学京剧 你懂昆虚吗 所以在那一刻 他们说 我可以看到 我有很多艺术 他们说 你学习中国 语音乐 为什么你学习昆虚 我们很喜欢你 你的条件很好 你演的男弹就是弹角也很好 但是党的政策呢 不发展男单 我们很愿意吸收你呢 但是你来了 要愿意小声 我们很愿意 去接受你 去学校 但是当你来 你必须学习 年轻学习 他一吹我就唱起来了 小春夏 外面的考生 都趴到窗子 往里面看我 所以当他开始 所有其他孩子 都趋到窗子 去看他 你看看